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七章 资产减值 首先看一下本章的考试情况 本章每年考察的分值在2分到4分左右 考察题型主要是以客观题为主 本章主要考察的考点 包括资产减值的范围 还有资产减值损失的计算 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还有商誉的减值测试 其中商誉的减值测试 这是我们本章的一个重要考验 好看一下本章的学习方法 本章知识是比较复杂的 关联性比较强 比如说它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这些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要先掌握相关的基础章节的内容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在理解的基础上 掌握本章的内容 好 再来看一下本章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 我们介绍资产减值的概述 然后是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这我们这里的资产呢 主要是包括长期的 长期的非金融资产 长期非金融资产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成本模式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怎么看的是不是减值了 这个就叫做可收回金额 因为它的可收回金额和它的账面价值进行对比 看是不是发生减值了 所以我们就要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这个是两个口径 一个呢 是按照现在处置 现在处置呢 就是供允价值减掉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有一个呢 就是继续使用 那继续使用呢 就是在未来给我带来的现金流量的限制 按这两个输高 作为我的可收回金额 所以我的可收回金额 因为这个资产是我自己用嘛 这资产是我自己用 如果说我现在给它处置掉的话 我的收益更高 那我就把它处置掉 如果说继续使用对我的收益更高 我就继续使用 所以取这两个金额 赎高作为可收回金额 然后用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进行对比 看一下是不是跌价了 如果说账面价值 比如说账面价值是1000万 可收回金额是800万 那就说明账上多几了 说明减值了 那我们就要记题资产减值损失 然后我们再介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还有就是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正常来讲 我们都是对一个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 但是如果这一个资产 它又没有公寓价值 自己也不产生现金流 比如说这个生产折迹 有A B C 三条生产线 假设这个A生产 生产成半成品给到B B生产成产品给到C C是负责包装 等于说C包装完了之后 它往外卖 在这里A和B 假设自己都没有供应价值 它自己又不产生现金流 所以它的可收回金额 就没有办法确认 那怎么办呢 只能是把A B C 作为一个资产组 然后对这个资产组 进行减值测试 然后再去进行分配 最后我们介绍商予的减值测试 以处理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考的一个考虑 好 首先来看资产减值的范围 当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的时候 应该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账面价值比如说是100万 可收回金额比如说80万 那我们根据谨慎性的要求 不得高估资产收益 不得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那你这个账面价值是100 可收回金额是80 说明什么 说明它现在不止100了 那不止100了 我们就要确认减值损失 那要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 我们本章设计的范围呢 包括以下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对子公司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呢就是采用成本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为什么是采用成本模式呢 因为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成本模式 一个是公允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需要减少 公允价值就是按照它的 公允价值的变化 来调整它的账面价值 第三呢就是固定资产 包括在建工程 第四呢就是生产性生物资产 什么是生产性生物资产呢 比如说奶牛 奶牛是生产奶的 奶牛就是一个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还有呢就是无形资产 包括开发支出 还有就是商誉 再往下 碳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 及相关设施 第八就是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也适用于 我们本章的 这个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那总结下来呢 这个你看从第一项到第八项 总结下来其实就是长期的非金融资产 那就是长期的非金融资产 好再来看资产减值的测试 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 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融 也就是说当它存在减值迹象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一个机器设备 有一个机器设备呢 由于科技进步我这个机器设备呢 可能现在的生产力就不高了 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也没有原来那么畅销了 那可能我这个设备呢 它就发生了减值 它发生减值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它没有减值迹象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进行减值测试 为什么呢 因为进行减值测试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后面我们会讲到可收回金额 那么是不是减值了 就是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输低来计量 那如果说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 我们要确认减值 那可收回金额的计算就有两个口径 一个是供允价值减掉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那其实这两个在判断的时候 在计算的时候 都是比较复杂的 并不是那么容易 马上就出来 所以它是有一个计算过程 所以考虑到成本效原则 一般的资产就是只有在出现减值迹象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减值测试 但是有几项资产是比较特殊的 这几项资产 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至少在每年年度中了 都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至少每年年度中了 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 包括什么呢 商誉 为什么商誉 每年年度中了 都要进行减值测试 因为商誉是最虚的资产 是我们所有资产里面 最虚的这么一个资产 商誉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这么一个东西 A收购B B本来就值一个亿 它非得付1.5亿 多出5000万 为什么不知道 就是想多付你5000万 假设C也是值一个亿 A要是收购它 就花一个亿 多一毛都不出 那这个收购B 就愿意多付5000万 这5000万就是商誉 所以它是一个最虚的东西 所以对于最虚的这个商誉 我们就要每年年度重量 都要进行减值测试 还有呢 就是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们在讲无形资产的时候 介绍过 无形资产分为 使用寿命有限 和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呢 就在使用寿命内进行摊销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不摊销 不摊销 那你少了一个活 你还得增加一个活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年年度重量 必须得进行减值测试 还有就是 尚未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因为尚未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也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那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你这正在研究着呢 人家竞争对手也研究出来了 你研究出来了 人家竞争对手先研究出来了 你这个无形资产就不值钱了 你这个技术就不值钱了 所以对于这三项 对于这三项资产 是至少每年年度重量 都要进行减值测试的 这个需要大家记住 如果考试的时候出了 可以瞬间拿刺 每年年度重量 必须进行减值测试的 包括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还有尚未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当资产存在下列情况时 可以不估计 它的可收回金额 第一个呢 就是以前报告期间的 计算结果表明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显著高于它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之前呢 做过简直测试 做了简直测试 发现了可收回金额 显著高于它的账面价值 而之后呢 又没有发生消除 这一差异的交易或者事项 也就是说 它没有发生简直 没有发生简直 就不需要估计 它的可收回金额了 第二 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 与分析表明呢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相对于某种简直迹象 反映不敏感 在本报告期 又发生了这个简直迹象 这简直迹象 你比如说 发生疫情 那发生疫情呢 对于餐饮业的影响就非常大 对餐饮业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对于线上的教育 影响就不是很大 因为对于我就是做线上教育 我做线上教育 那么出现疫情 对于我的影响并不大 这也是一种简直迹象 因为这个疫情出现了 可以说对所有行业 都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对这种简直迹象 不敏感 然后在本报告期出现了这种简直迹象的 也不需要估计可受惠金额 好 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无论是否有确凿证据 表明资产存在简直迹象 均应至少于每年年末进行简直测试的有 就是在每年年末必须进行简直测试的有三项资产 分别是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还有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把这个记住 然后碰到这样的题 就可以瞬间得出答案 A 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不属于每年必须进行简直测试的 B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不就是无形资产吗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这个是每年必须进行简直测试 C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 商誉也是必须每年进行简直测试的 D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这个也是每年必须进行简直测试的 所以答案是BCD 关于这个知识点建议大家记住 每年必须进行简直测试的 无论是否存在简直异项 必须进行简直测试的资产 包括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好 再来看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我们看这个资产是不是发生减值 就是看它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如果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 就说明它发生了减值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可收回金额 具体是怎么来算的 可收回金额是有两个口径 一个口径就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它的间接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把它处置掉 我能拿到多少钱 第二种方式就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处置掉 我继续使用 继续使用的话 它在未来期间给我带来现金流量 按照未来现金流量 我给它折线的这个限制 这是我继续使用 现在这段钱 按这两个 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 为什么是较高者呢 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是由我来决定的 我觉得我现在处置掉 对我收益更大 我肯定是现在处置掉 我如果是计算出来继续使用 对我更有利 我就继续使用 所以这两种方式都是由我来选的 所以是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 计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你要计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首先是看 未来十年 每年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然后我们要给它折线的话 就需要一个折线率 还有呢 就是使用寿命 好 我们看这道多选题 假公司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简直的会计处理如下 一个对于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在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每年年末必须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有三项 分别是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还有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这三项资产是每年年末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这个大家记住 如果连续三年减值测试的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超过其账面价值的20% 且报告期间没有发生不利情况 说明什么 连续三年进行减值测试了 可收回金额超过账面价值 这就说明之前三年测试压根没有发生减值 浅注高于它的账面价值 而且报告期间没有发生不利情况 没有发生不利情况 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发生减值 没有发生减值 在资产负债表日 就不需要重新估计这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这个也是正确的 第三 如果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与这个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当中 有一项超过了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 又不需要再估计另一项金额了 这个也是正确的 因为可收回金额就是取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还有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这两个较高者 取这两个角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说明它没有发生减值 就说明它没有发生减值 就不需要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第四 如果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无法可靠估计 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这个表述也是正确的 可收回金额两个口径 一个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还有一个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如果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我取得不了 那就只能以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作为可收回金额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 关于假公司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的 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A 为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的处理 这是正确的 评文说了 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每年末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B 连续三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超过其账面价值20%的处理 这也正确的 这是我们题目给的四个资料都是正确的 C 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与这个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中 有一项超过这个资产账面价值的处理 这个只要有一项超过了 另外一项就不需要进行估计的 B 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减额 无法可靠估计的 那么就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作为可收回金额 所以这个正确的是ABC 好 我们再来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怎么确定 企业管理层应当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 对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内的整个经济状况进行最佳估计 因为我们要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首先要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要确定未来现金流量 首先得确定什么 首先得确定一个未来期间 未来期间就是什么 就是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 在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内 整个经济情况进行最佳估计 并将这个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建立在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的财务预算 或者预测数据之上 通常预测期是不超过五年 除非管理层证明更长时间是合理的 好再来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 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比如说这个机器设备 这个机器设备我要用它生产产品 生产产品可以往外卖 生产产品可以往外卖就带来了现金流入 第二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 所必须的预计现金流出 那么预计现金流出呢 就是这个设备我使用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给它维护维护啊 是不是得检查检查呀 是不是得维修维修呀 这就是流出 包括为使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所发生的现金流出 第三呢 就是资产使用寿命结束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资产还能使用十年 到第十年的时候 使用寿命结束了 处置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现金流入 就是使用过程中的现金流入 使用过程中的现金流出 还有呢 就是使用寿命结束的时候 收到的净现金流入 好 再来看应当考虑的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来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事项 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为什么要以资产的当前状况 不考虑将来可能会发生呢 我们要想啊 可收费金额可是两个口径啊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有这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啊 那你在确定这个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跟上面这个保持一致的口径啊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是不是就是当前的状况 他就是当前的状况 他也没考虑未来将会发生的什么改良的支出啊 他没考虑这个 所以下面这个也不考虑 也是以当前的状况 第二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或者流出 以及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 还是一样的 我上面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我也没有考虑筹资活动 也没考虑所得税 所以你下面这个 咱们现在讲的就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 你也不用考虑所得税啊 还有筹资活动的现金情况 第三 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 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 因为这个我们要折现 所以通货膨胀的因素要考虑进来 第四 涉及内部转移价格的 需要做出调整 那内部转移价格 比如说我这个现金流入 现金流入 我生产产品 我不是往外去卖 我是这个车间的 生产出来给下一个车间 给二车间 那给二车间这不就是有一个内部转移的价格吗 那内部转移价格我按照多少合适呢 所以这个内部转移价格是需要进行调整的 再来看相关的方法 传统法和期望的现金流法 假定利用固定资产生产的产品 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 企业预计未来三年 每年的现金流量如表所顺 这期望现金流量 就是给你一个期望值 就是概率 简单来就是概率 传统的现金流量 就是直接告诉你一个数 各年现金流量概率分布 就发生情况 第一年 行情好的概率是30% 行情好的时候能够有150的现金流 行情一般的概率是50% 现金流是100 行情差的概率20% 现金流是50 第二年 行情好的时候 现金流是80 行情一般的时候 现金流50 行情差的时候20 第三年 行情好的时候是20 行情一般10 行情差那就是0 但我们作为期望现金流法 其实就是第一年 就是这个乘以概率 这个乘以概率 这个乘以概率 这几个一加 那一加 第二年也一样 他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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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一加 就是第二年的期望现金流 第三年的也是一样的 企业应当计算资产 每年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如下所示 第一年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那就是好的时候 乘以好的概率30% 一般的时候 乘以一般的概率50% 差的现金流 乘以差的概率20% 计算出来是105万 第二年的预计现金流量 80 好的时候乘以概率 然后呢 一般的时候乘以概率 差的时候乘以概率 计算出来是53万 第三年的预计现金流量呢 好的时候 一般的时候 差的时候 计算出来是11万元 好 我们看这道单选题 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 企业需要对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计 并选择恰当的折现率 对其进行折现 以确定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预计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 应当是什么 A 五年 B 永久 C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 B 企业经济期限 你预计的可是这个资产呢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它的期限就是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所以答案是C 为了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首先要考虑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为此企业管理层应该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 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整个经济状况进行一个最佳的估计 所以选项C就正确了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测算出来了 那未来现金流量 我们还要考虑它的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要把它进行折现 折现的话就是需要折现率 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 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的时候 所使用的折现率 应当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 和资产特定风险的什么 税前利率 为什么是考虑税前呢 因为我在计算现金流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所得税 你这个折现率得跟我现金流口径是一样的 我在考虑现金流的时候 我没考虑所得税 所以折现率就得是税前的利率 再来看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一个预计 在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的基础上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只需要将这个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按照预计的折现率 在预计的期限也就是资产使用说明内加以折现就可以确定了这个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好我们看一个计算分析题 XYZ航空公司于二某20年末对一艘远洋运输传播进行减值测试 这个传播的账面价值是1.6亿元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是8年 这个传播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难以确定 也就是说可收回净额两个口径上供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还有就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那其中一个确定不了 那只能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作为可收回净额 因此企业需要通过计算其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来确定这个资产的可收回净额 确定公司当初购置这个传播用的资金是银行的长期借款资金 借款年利率是15% 公司认为15%是个资产的最低必要报酬率 已经考虑了以这个资产有关的货币时间价值和特定的风险 因此在计算其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时候 就使用这个15%作为折限率 公司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显示 公司将于二某二五年更新传播的发动机系统 预计为此发生资本性支出1500万元 这个支出将降低传播的运输油耗提高使用效率 因此将提高资产的运营迹象 那我在确定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这个改良支出 不考虑这个改良支出 因为我在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 我是以资产当成的状态 为了计算传播在二某二零年末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公司首先必须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假定公司管理层批准的二某二零年末的 这个传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如标所示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是这些 那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呢 是这些 就前面 因为它是从这进行改良嘛 前面不变 从改良之后开始发生改变 那我们是用哪个来计算 它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确定可说为金额的时候 我们用不包括改良的 用前面这一例 根据资产简值的规定 在二某二零年末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 应当以资产当时的状况为基础 不应该考虑与这个资产改良有关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不考虑 跟它改良相关的 就是以资产的当前的状况 限值的计算 这一列是不包括改良影响的金额 是这么多 然后相应的折现率 用现金流乘以相应的折现率 计算出来的就是限值 计算出来限值是10965 计算出来10965 由于在二某二零年末 传播的账面价值是1.6亿元 即可收回金额是10965万元 那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 说明它发生了减值 应当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并计题相关的资产减值准备 应该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呢 那就是用它的账面价值 减掉可收回金额 计题减值准备 确认减值损失 是5035万元 假定在二某二一年至二某二四年期间 这个传播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减值迹象 因此就不必再进行减值测试了 无需计算它的可收回金额 二某二五年发生了1500万元的资本性支出 改良了资产的绩效 导致其未来现金流量增加 但是由于我国资产减值准则 不允许将以前期间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与转回 那就是我们本章涉及到的这些资产的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 都是不能转回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 也不必计算它的可收回金额 好 再来看外币未来现金流量 积极限值的预计 对于这个现金流量 首先是以外币来表示限值 比如说这个外币现金流量 这几年 每年比如说100万美金 然后用外币表示的限值 把这每年的现金流量给它折现 先用这个外币表示的限值 然后把这个外币表现的限值 给它折算成本位币 折算成人民币 那就是以外币表示的限值乘以当日的一个机器汇率 比较这个限值和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这两个进行比较 确定可收回金额 以这两个输高来作为可收回金额 再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判断是否确认 是否需要确认资产减值的损失 好 再来看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首先来看具体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 当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 比如说账面价值是100万 可收回金额是80万 说明什么 说明它减值了 那就应当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同时确认权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将会计分录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某某资产的减值准备 如果是固定资产 就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就是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呢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好 再来看减值准备的转会 本章所设计的减值准备 一经济题不得转回 考试经常涉及到的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还有使用权资产 这些都是一经济题不得转回 还包括商育 生产性生物资产 就这些本章所设计到的减值准备 一经济题不得转回 那可以转回的呢 你比如说存货 存货的一家准备是可以转回的 你比如说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设计到的 信用减值损失 设计到的减值准备 这个是可以转回的 就是本章涉及到的这些 总结下来就是长期 长期非金融的 长期非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 一经济题不得转回 好 我们看一个例题 沿用上例 根据测试和计算的结果 XYZ公司应该确认的 传播的减值损失是5035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035 好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中 在相关资产持有期间内 可以通过损益科目 转回的是 可以转回的 我们说本章的都是不可以转回 本章的就是长期的 非金融性的资产 这些是不得转回的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是什么 是短期的 流动性的 是可以转回的 本题让选的是可以转回的 那这个就选上 B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的坏账准备 长期应收款 它也是属于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是可以转回的 C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属于长期的 非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是不得转回的 D 其他债权投资 计题的减值 其他债权投资 是属于金融资产 那所谓金融资产 是可以转回的 所以答案是 ABD-C 长期股权投资 计题的减值准备 一经计题不得转回 这本章涉及到的 主要经常考的就是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什么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模式下的 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还有商誉 生产性生物资产 还有使用权资产 这些就是考试经常考的 这些呢 是一经济体不得转回 好 再来看资产组的认定 及减值处理 有迹象表明 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 企业呢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以这个 单项资产为基础 来估计它的可受贵金融 但是有的时候啊 企业难以对这个 单项的资产的可受贵金融 进行估计 那么应当以这个 资产所属的资产组 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来确定资产的可受贵金融 比如说 我这个车间 有三条生产线 A B C 三条生产线 A呢 负责把原材料 加工成半成品 给到B B呢 把半成品 加工成 产品给到C C呢 就是负责包装 包装完了之后 再往外卖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A B C 他们自己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多 没法取得 那我问你 他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 A是多少 B是多少 C是多少 如果说 只能按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话 A B C 都不能单独产生 现金流 必须得是 三个机器 三个生产线 合在一起 对吧 才能产生这个产品 才能产生这个 现金流 这个时候就把A B C 作为一个资产组 作为一个资产组 来测算一下 这个资产组 产生了多少现金流 测试一下 这个资产组 有没有发生 减值 如果发生减值了 好 在A B C上 进行分配 好 首先来看资产组的认定 资产组呢 是企业可以认定的 最小的资产组合 其产生的现金流入 应当基本上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这也是资产组的 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它现金流 对 现金流是独立的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 A B C 他们自己不能产生现金流 必须合在一起 才能产生现金流 所以A B C 作为一个资产组 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第一个 就是是否能够产生 独立的现金流 这是判断资产组的 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第二呢 就是管理层 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 或者监控方式 还有对资产的持续使用 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客观情况 你比如说A B C 这客观情况 他们就是不能产生现金流 就单独不能产生现金流 合在一起 可以产生现金流 那这个是 判断他们成为一个 资产组的一个原则 那么对于第二个呢 就属于主观 人为管理层 我就要把 比如说我就要把车间 一车间 二车间 把它捏在一起 让他们两个 作为一个资产组 那管理层说的算呢 管理层说 把他们两个捏在一起 那就捏在一起 那我们考试呢 基本上主要是 通过这个 来判断 是否能够产生 独立的现金流 资产组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各个会计期间呢 应当保持一致 好 再来看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当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高于可受的金流 应当确认减值损值 首先抵减分摊制 这个资产组中的 商誉的账面价值 首先是抵减这个商誉 因为商誉是最虚的 商誉是最虚的一个资产 所以一旦发生减值 先把商誉给它冲掉 第二 根据资产组中 除了商誉之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所占的比重 按比例来抵减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抵减之后 各资产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 以下三者之中的最高者 比如说我这里面 有这个AB两个资产 再加上商誉 商誉抵完了之后 就剩A和B了 A和B抵完之后 它的账面价值最低 不得低于以下这三者之中的最高者 第一个 就是该资产的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金额 如果说能够确定的话 也就是说我这个A 假设我这个A 我自己有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我的可收回金额能够确定 那我跟你搭了 搭伙之后 对吧 咱们作为一个资产组 我跟你组合了之后 你不能说让我的这个 让我减完之后 我还低于我自己的可收回金额 你让我低于我自己的可收回金额 我就不跟你搭班子了 我就不跟你组成一组了 我就自己按照我自己 我就卖就完事了 我为啥要跟你组成一组呢 所以 首先 不得低于这个资产的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第二呢 就是这个资产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如果说我这个A 自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也可以确定 我肯定不能低于这个 我不能低于 而且这两个就是我的可收回金额 我肯定是按照最高的 来确定我 第三呢 就是零 那作为资产来讲 你最低最低也就是零了 你不可能低于零 所以是三者之中的 最高者 就这个资产减完了之后 你不得低于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不得低于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当然这个是 可以算的前提 你最终你肯定是不能低于零的 低于零 那这个资产就有问题 好 我们看这个计算 A公司拥有一项商业 一项固定资产和一项无形资产 他们的账面价值呢 分别是10万元 15万元和25万元 这三项资产 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 没有办法单独产生现金流 所以A公司被视为一个资产组 被视为一个资产组 那里面就是包括商与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清末 A公司这个资产组出现简直迹象 经过测试 A公司这个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是多少呢 是30万元 要求计算A公司资产组中 各资产应该分担的简直准备 并编制相关的快捷分路 好 可收回金额是30万 那么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因为它就三个资产 一个商与 一个固定资产 一个无形资产 那就是把它们一加呗 三项的账面价值 10加15加25 这是多少 50呗 50然后可收回金额呢 是30 30整个发生了 整个资产组发生减值多少 50减30吗 20 那20由于这里面有一个商业 有一个最虚的资产 所以我们先把商与的账面价值 给它全部充掉 商与自己承担10万 那还剩10万呢 按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去给它分配 整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那就是商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对三个一加 是50万元 可收回金额30万元 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 发生减值 减值了多少 减值了20万 那首先呢 抵减商与的账面价值 这20万 首先抵减商与 商与是最虚的 先把它全部减掉 商与抵减10万 还剩10万 在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之中 进行分摊 按照他们账面价值 进行分配 那固定资产 应该分配的 简直呢 那就是10万 乘以一个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15 除以一个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的 账面价值之和 这计算出来呢 是3.75 无形资产分摊的减值呢 就是按照10万 乘以一个25 除以15加25 计算出来是6.25 好 再来看跨局分路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20 代计 商与减值准备1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7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6.25 好 再来看一道计算机 XYZ公司 有一条假生产线 该生产线呢 生产光学器材 由ABC 三部机器来构成 成本分别是 40万 60万 和100万元 使用年限呢 是10年 净残值至零 以年限平均法 计题折旧 各机器 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 但是 整条生产线 构成完整的产销单位 属于一个 次产组 也就是说 对ABC 三个机器 它们是没有办法 产生单独的现金流量 但是组合在一起呢 是可以产生现金流量的 所以把ABC组成一个 私产组 二毛二一年 假生产线所生产的光学产品 由替代产品上市了 到了年底 导致公司光学产品的销路 对减了40% 因此对假生产线 进行了减值测试 二毛二一年12月31日 ABC三部机器的账面价值 分别是20万 30万和50万 估计 A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是 15万元 诶 看一下 别看A机器自己单独 现金流量没法算 但是我自己能算什么 我自己能算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15万 我A比较厉害 我能够单独卖 我能单独卖的话 好 那我跟B和C组成一个组合之后 如果发生减值 我就减到最低 我不能低于15万 因为我在低于15万 我就不跟你们组了 我自己单独卖就完成了 B和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计 其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度 整条生产线的预计上课使用5年 经估计其未来5年的现金流量 及恰当的现率之后 得到这个生产线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60万元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60万元 由于公司无法合理估计生产线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好 两个口径 一个口径 供应价值减掉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没有办法估计 那只能是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作为可受的净额 那也就是60万作为可受的净额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账面价值是20加30加50 也就是账面价值是100万 然后可受为净额是60万 发生了40万的净额 发生40万的净额就要在A B C 在三个资产上就得进行分配 按照他们账面价值进行分配 其中A分配完了之后 最低不得提及数冠 鉴于在二毛二一年12月31日 该生产线的账面价值为100万元 而其可受贿金额是60万元 生产线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受贿金额 因此这个生产线已经发生了减值 因此公司应当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是40万 并将这个减值损失分摊到构成生产线的三部机器当中 由于A机器的供应价值减据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是15万元 这是A我比较有个性 我自己有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因此A机器分摊了减值损失之后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15万 我最低最低也就是15万 剩下其他的我不承担 你要再让我承担我就自己卖去了 我自己把我自己卖掉 我按照供应价值给处置费用 我就卖掉就完成了 好看一下具体的分担过程 账面价值机器A20万 B30万 C50万 总共是100万 可收费金额是60万 所以总的资产组的减值损失是40万 按照他们各自的账面价值的比例 A就是20除以一个20加30加50 就是100 然后这是20% 这是30% 这是50% 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分摊的减值 就是用总的资产组的减值 乘以各自的比例 按理来讲 40 20% 24得8 应该是分8万 但是呢 A机器啊 我最低分摊后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15万 所以我只能承担5万 那我只能承担5万 所以这个我就承担5万 正常来讲呢 按照这个比例算承担8万 但是我只能承担5万 剩下3万 我们也会再讲 B 30% 4 3412 然后呢 C呢 是这个4520 分摊5 20万 经过第一轮减值之后 B是多少 30-12 是18 C呢 是50-20 是30 这样算下来呢 这样算下来 分摊的减值 分摊了多少 这个是5 12 20 加一起37 还有多少 没分 还有3万块钱 没分 为什么3万块钱 没分呢 就是按照比例 给A的这部分 不要 按照比例给A的 给8万 但是我A只要5万 剩下3万 你们两个人再去分 B和C再去分 那B和C再去分呢 把这3万分掉 按照多少呢 还是按照账面价值的比例 就18除以18 18加30 这个是30 除以一个18加30 这个计算出来是37.5 这个呢 计算出来62.5 这个乘以3 分别乘以这个 计算出来 对于这3万 B又分担了1.125 C又分担了1.875 然后这样总的 B应该分担的就是 这个加上这个 对吧 这是第一次分担的 这是第二次分担 总共是13.125 C呢 总共应该分担的就是20 像这个是21.875 然后用它的 张面价值减掉 减值计算出来 最终的分担完的张面价值 A呢 就是15 B呢 是16.875 C呢是28.125 再几个一加 计算出来 是60万 注意 按照分担比例 机器A应当分担的减值是8万 总共40 它占20% 但是由于A机器的供应价值 减击处置费用后的定额是15万元 所以机器A最多只能确认减值5万元 因为它最低 它就减到15万 所以它只能分5万 未能分摊的3万元的损失呢 应当在机器B和机器C进行二次分摊 就是我们这个表里的把这3万 给它进行二次分摊 根据上述计算和分摊结果 构成假生产线的机器A 机器B和机器C 应当分别确认资产减值损失5万 13.125万 还有21.875万元 照处理如下 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机器A5 机器B 13.125GGC 21.875 待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比起于机器B 机费 好 下面我们来看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什么是总部资产呢 企业的总部资产呢 包括企业集团 或者是事业部的办公楼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研发中心 这些资产 那么这些资产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产生现金流 不产生现金流 那么当它发生减值迹象的时候 怎么进行减值测试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情况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 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 分摊至各资产组的部分 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分摊至资产组 再具体比较 这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这资产组账面价值呢 要包括已经分摊的 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的部分 和可收回金额 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 减值测试的顺据和方法处理 也就是说 我这个总部资产呢 跟你这几个资产组 都是有关系的 你这几个资产组呢 都得负担我这个总部资产 那就把它按照 这几个资产组的价值 给它分配过去 分配过去 它加上总部资产的 加上总部资产的 加上总部资产的 这几个资产组 它不是可以产生现金流吗 那把这个几个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 和这个账面价值进行对比 如果发生减值了 那么才去分配 这样种情况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中 有部分资产 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 分摊至这个资产组的 那应当按照下列步骤处理 就有的资产 总部资产 它没有办法分配 如果分配的话 我们按比例分配就行 如果说有的总部资产 没有办法按比例分配 怎么处理呢 首先在不考虑 相关总部资产的情况下 也就是无法分摊的部分 估计和比较资产组的 账面价值可收回金额 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 减值特施的顺序方法处理 因为我这几个 没有办法分摊你这个 分摊你这个 没有办法承担的总部资产呢 那我就先是按照 之前的资产组的 减值测试的方法 我看我这个资产组 就没有发生减值 然后把这个 我该减值的我就寄完了 其次呢 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 组成的最小资产组组合 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 组成的最小资产组合 也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公司了 这个资产组组合 应当包括所测试的资产组 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 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分摊其上的部分 最后 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 包括已经分摊的 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 和可受费金额 并按照前述的有关资产组 简直测试的顺求方法 来进行处理 就是说我先计算我自己的 你既然不能分摊上面 我先计算我自己 计算我自己之后 咱们再以整个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 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简直测试 然后看看是不是发生简直 发生简直再进行分配 好 我们通过一个例题 来理解一下总部资产的处理 甲公司拥有ABC三家分公司 这三家分公司的经营活动 由一个总部负责运作 那这个总部它就是总部资产 由于ABC三家分公司 均能够产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 所以甲公司将这三家分公司 确定为三个资产组 切莫出现了简直迹象 需要进行简直测试 假设这个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00万 能够按照各资产的账面价值比例 进行合理分摊 ABC分公司和总部资产的使用寿命 均是10年 那么这个总部资产账面价值 100万 总部资产它就是负责运作 负责运作呢 它自己不产生现金流 所以就把这100万 按照ABC这三家的 这个账面价值给它进行分布 简直测试是 ABC三个资产组账面价值 分别是160万元 80万元和160万元 甲公司计算得出 A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240万元 B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80万元 C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190万元 那就把他们三个资产组 再加上总部资产分给他们的部分 和他们的可收回金额举行对比 要求计算ABC三个资产组和总部资产 分别计题的简直准备 首先将总部资产账面价值 分摊到ABC三个资产组上 总部资产应该分给A公司的 那就是总部资产100万 乘以A公司是160 除以一个A公司加B公司加C公司 A公司160 B公司80 C公司160 总共是400 计算出来分摊给A资产组的 也就A公司应该承担总部资产 应该承担多少 承担40万元 总部资产分摊给B资产组的金额呢 有100乘以B的账面价值 除以A加B加C的 计算出来呢 是20万元 总部资产应该分摊给C资产组的金额呢 那就是100乘以160 除以400 由C的账面价值除以A加B加C的 计算出来是40万 分摊之后 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A公司 自己的160 加上给它分配的总部资产的40 计算出来是200 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自己的80 加上总部资产的20 计算出来是100 C资产组账面价值自己是160 加上总部资产的是200万元 以这个微基础 跟他们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对比 看看是不是发生了减值 首先来看A资产组 A资产组账面价值200万 可收回金额240万 没有发生减值 不用计题减值准备 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是100万元 可收回金额是80万元 发生减值20万元 那这20万元 因为这里的B资产组账面价值是包括了总部资产的 所以这20万元的减值要在B上和总部资产上进行分配 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是200万元 可收回金额是190万元 发生减值10万元 同样的 它这账面价值是包括总部资产的 所以这减值也得在C和总部资产上进行分配 将各资产组的减值额 在总部资产和各资产组之间进行分配 大家来看B的 B的总共的减值是20 总共减值是20 那它分配给总部资产的 在B的资产组账面价值里面 这100有多少是总部资产 有20是总部资产 所以我们刚刚计算分配给B的分配给是20 20除100计算出来是4万元 那剩下的就是16万元就是B资产组应该承担的 你可以用20乘以80除100 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直接用20减4 计算出来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总共就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己的 B资产组自己的 还有一部分就总部资产 总部资产是4 那分配给B的就是16万 C资产组简值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金额呢 那就是C资产组总共是 简直是10万 它的总部资产占账面价值 占总账面价值是40除以200 计算出来是2 分担给C资产组的呢 你用10减2也行 那等于8 用10乘以一个160除200 算出来也是一样的 8万元 那A资产组没有发生简直 B资产组发生简直16万元 C资产组发生简直是8万元 总部资产发生简直 一个部分是B的 一部分是C的 这两个一加6万元 打资产组合 1分钟 算出来是3分钟 1分钟 镇点击4分钟 3分钟 1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